對 接下來誰要跟我們分享的 我 映竹 為什麼要這樣子 我要講的就是也是 因為譬如說平常出門 如果像素顏的話 但是我最在意的話應該就是 客人認不出來妳 不是啦 就是嘴巴有沒有那個氣色 就像剛老師講 嘴巴其實很重要 所以我特別喜歡就是唇彩 很喜歡買唇膏 然後我最近發現 很喜歡的就是這個唇膏 因為它的包盒子 因為它盒子就很可愛 然後因為它 它的盒子就是很環保 沒有用紙或塑膠 就是鐵盒 然後這個盒子 你還可以自己裝一些 可愛的小飾品之類的 然後打開來就覺得很療癒 這是酒嗎 就是紅酒瓶 紅酒瓶 然後它有這個顏色 酒錯 我已經發現我什麼都想到 哪有酒的東西 就是有酒 這個新妹姐也很適合 紅酒 然後另外的唇彩就是 像這個的話 它就很像是一個果凍的感覺 它只有中間有顏色 所以它擦起來就會這樣 它就是有點像是護唇膏 再加上一點點的顏色 你擦的話就會中間 靠近你的嘴巴裡面 有一點點血色 然後外面就是很容易 就是咬唇中 咬唇感覺 如果就是完全是全素顏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個稍微 讓你的嘴唇有氣色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唇膏 它就是乾燥玫瑰色 它就真的是唇膏 就是這個顏色 秋冬的顏色 對 所以我比較注重的就是這個唇膏 它顏色選對嗎 感覺很過實 對 它剛剛介紹的這個 其實都是你市面上買得到的 對 其實那個就有一點遜掉了 我今天 買不到 又買不到嗎 我今天 我就是從上個禮拜製作人跟我說 今天要錄2018的新品 然後我上個禮拜 我就跟品牌調貨 然後我就從紐約 直接寄過來 然後就是昨天晚上才到 是連中文名字都還沒有取的 一個新品 那我們今天來幫它取好了 很厲害 來幫它取 對 就是一個美國的品牌 然後它也是唇彩 然後它這一次推出了36個顏色 36個 然後就是因為其實台灣 會比全世界更早上市 可是因為我們台灣這邊 都還沒有進貨 然後就是因為我們要 台灣是全世界最早上市 對 然後現在還不進貨 還沒有進貨 然後就是我就先跟這個 那其他城市是要2019才會買 對啊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 還在它美國還沒有 就是在他們的公司裡面 然後我就是跟他們這個品牌 就是從美國紐約那邊調貨過來 剛剛不是講過了嗎 對 然後我要介紹的就是 它很厲害就是 因為其實剛剛那個就是 老婆也有介紹了就是 金屬感的純蜜 對 然後就是這個金屬感的純蜜 其實是這幾季都流行的 對 然後這個品牌它就研發出 有三種質地 就是它有金屬感 然後還有斷面感 斷面感 斷面感的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水潤感的 所以今天這個介紹的這個 可能你在電視上面 你可能現在看到 可能還要等到明年的 一月底才買得到 還要購一個多 對 所以這個就是非常新 那我們就直接幫映竹 來試在頭上 好 你是全球第一個 對 你是全球新的 全球 你是全球 對 領先全球 真的 那我們就幫映竹 幫它使用的是 有一點金屬感的 然後像它這個金屬感的 它就會有一點點 會把你的唇紋有一點修飾 有 好看耶 感覺嘴巴很膨潤 對 然後你外圍 是用一點金屬感對不對 你在中間 你會可以加一點點水潤的 在裡面 很會耶 有 然後旁邊再加一點那種 比較不會暈出來的 所以我們又要再買一個 比較乾一點的 所以一個全部都買 買不完 你知道嗎 沒有啦 對 就可以這樣子 然後稍微的把它按掉 其實好端喔 真的 對 好想親 好想親 對啊 它的嘴好漂亮 好多多 然後剛剛我們講到的是 美國的 對 然後我又跟一個歐洲的品牌 又調了一個2018最新的 也是還沒有到台灣的 也沒名字 對 也是沒有名字的 然後它今年的話 它就是 真的 一直在跟全球 我真的很忙 我調到就是今天早上 本來有一個電台的訪問 還給人家開天窗面 他沒有去 他們還有時差 所以你還要開他們時差 那是什麼樣 就電台沒去 但他一直放音樂 對 主持人自己講話 講了45 講了一個小時 對啊 沒有啦 就是因為 我昨天就是忙到比較晚 就是忘色鬧鐘 然後這個就是 一個歐洲的品牌 然後它也是2018的 1月底會上市 然後也是一個最新的彩妝品 然後它是一個就是 以戀愛為就是 靈感的一個彩妝的主題 然後因為它覺得說 戀愛的女生 臉上都會泛出一種 很漂亮的一種粉粉 然後它就是 因為以往大家在用這種 就是臉上的這種打亮 就會太亮 然後五官就是看起來很平 或很腫 對 然後它就研發出 這三個不同的質地 像它最底下這個 它是有一點點像是 就是 有一點膚精 然後這邊是比較有一點像是 桃紅 然後這邊是有一點淺粉紅 然後你在用的時候 比如說像你這個部位 它是有一點膚精對不對 膚精的話你就可以把它 上在你的T字部位 那你在用的時候 你就可以像這樣 然後用畫圓的 在你的T字部位 香檳喔 香檳 這刷子也是一組的嗎 對 刷子也是一組的 好美喔 接下來比如說像這個粉紅光對不對 對 粉紅光的話我們就可以把它刷在 你的這個太陽穴 因為太陽穴就是我們常常講的 就是夫妻工 夫妻工要飽滿 對 夫妻工要飽滿 那你在用的時候 你就是連著你的這個 膚精跟粉紅 這樣子 OK 這樣的顏色 對 然後就刷在你的 貴客臨門 貴客臨門 求一個好客人 就是你在插的時候這樣 貴客臨門 對 就這樣有一點很自然的 刷一個C 刷一個C 我們剛剛是刷在這個C的部位 對 然後接下來的這個粉紅桃紅 是刷在這個笑肌的地方 然後我們就是這樣 水上這樣子刷 然後這邊就會有一種 很自然的那種 有耶 好漂亮 對 所以其實就是這幾個重點 要告訴大家就是 明年2018的一個彩妝的趨勢 就是臉上要散發出一種 就是微微的那種戀愛光 然後你的嘴唇要有一點點 金屬感 就可以有2018 非常漂亮的一個妝容了 漂亮 老師真的放大絕了 現在這麼多還沒上市的商品 第一次在節目曝光 映竹擦了最硬的金屬唇彩 還有粉嫩的戀愛光腮紅 桃花應該不遠了吧